怎么看 的 真的非常的开心 下半场一开始呢 就有我们三位呢 给各位带来一段这个 群口相声 这群口相声呢 当然就三个人一块表演了 这一段呢 给各位表演的是一段 有啊有啊有啊有 什么毛病啊 不好意思 跳啊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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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,哎,干嘛,哎,好了,好了,行了,行了,怎么了,我在这说相声呢,你们俩干嘛捣乱呢,你这人不讲理,啊,你说你的我们唱我呢,干你什么事啊,就是啊,精水不犯河水,啊,你们要唱,你们要唱,等我说完了再唱,好不好,哎,谁叫她是女的呢,好不好,对不起啊,他们两位可能还有点毛病啊,我先说个单口相声, 让他们缓一缓这个情绪,呃,就说我有个朋友呢,他不太会说话,有一天啊,他经过一条街,哎,在路上呢,就看到一个箱子,哎,哎,你们俩也默惧啊,我们俩没唱了呀,你们没唱啊,这比唱还厉害,你们呆在这就给我好好地呆着,要不然全给我下去, 哦,下去就下去,走走走走,怎么了不起,团长可说了啊,待在台上的时间要是不够啊,就不给钱,啊,我们还是回来吧啊,对对对,要不领不到演出费,回头那健保费还得调涨呢,那可不行,对不起,对不起,对不起,我接着说啊,说我有个朋友呢,他不太会说话,有一天呢,他经过一, 好嘛,这一高一矮,一边一个,干嘛,这七爷八爷来了,不是,我们是一边一个,可不是一边一国啊,哎呦,还好,要不然股票还得狂跌呢,哎,对对对对,没事,你说你的,别管我们啊,继续说吧,这也要我说得下去啊,你们俩往这一站,知道的呢,我在说相声,那不知道的呢,妈主出巡呢,哈哈, 你这人也太啰嗦了,哎,你到底想怎么样,我想怎么样,不说好说相声吗,哎,不说相声,哎,不说不说不说,为什么不说相声啊,为什么,好死,为什么,嗯,你问他,哎,他干嘛不说相声,今天早上啊,我到他家去,想约他呢,一块上心舞台来,嗯,正巧呢,看见他妈妈问他话,哎,说,爹,爹, 哎呀,妈,你,上哪儿去啊,对演出嘛,哎呦,我去新舞台,演出呢,哎,他妈妈一听,高兴了,哎,演出啊,对,那好啊,哎呦,这年头,世道不好啊,只要有工作,那都是很幸福的,哎,老太太心里还挺明白的,是啊,妈,我啊,说相声,虽然, 人赚不了多少钱,可是比健保局那些官员强多了,这都挨得上了,他妈妈一听啊,不高兴了,游轮四,你说什么,你说相声,是啊,你平常说相声,我懒得管你啊,哦,跟金钱不是那个,马记来台湾吗,对呀,妈,我就是跟妈老师同台公中药组的,呸, 哎,这马记在,你还敢说相声,妈,我告诉你啊,那谢小林他也一起演出,哎,废话,他不要脸,你也不要脸,哎,怎么连我也骂了,你在马记面前说相声,你这唇心就咱们家的脸,是不是,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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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 这么说就不对了,今天呢,我们说相声,难得马记老师来,让他给我们指导指导,对不对,再说这两岸的环境不一样吗,说不定这个马老师也能在我们身上找到一些灵感呢,对,啊,放屁,我警告你啊,今天你要是敢说相声,我非打断你的狗腿不可,我就打你,哎,干嘛,哎,还打上了,我这两条腿啊,还没打算资源回收呢,哎, 今儿不说相声,哎,不说了,不说了,不行,不行,不行,那我们上台来得给观众有个交代啊,对,对,对,所以啊,我们叫大家跳舞啊,对,对,对,你停一停啊,吵死了啊,哎,这样好不好,既然不说相声,我们演个小戏行不行,演戏啊,演戏好,我听说马老师啊,他从来不肯演戏呢,这回我妈没话说了,对,对,太好了,太好了,刚好李国修呢,有个剧本在我这儿,准备明年要用的,我们去先拿来演一演, 好不好,什么内容,就演一群这个水族动物,看世界,鱼鳖虾,哎,那就是演末句咯,为什么,哎,鱼不会说话,哎,对,对,对,不,鱼会说话,啊,我们团的刘曾凯就说了,鱼是最唠叨的动物,不是,鱼怎么跟他一样,不是,是,刘曾凯向来说话,始终摇摆如衣, 他说的话能相信吗,是,哎,就这一句我觉得还挺有道理的,哦,你看那鱼不是没事就,动个不停吗,这是在说话吗,是吗,哎呀,不管了,谁叫你们不说相声呢,好好好,哎,我说庆生啊,咱们听他的,就演鱼说话吧,好不好,好,准备一下了,准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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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小李子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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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叫谁呀,我叫你呀,我不是在演鱼吗,你演鲤鱼,我就叫你小李子,渣,渣干嘛呀,我叫你,你要叫我,哦,我叫你呀,小李子,小李子,好,那样太贱了,我不演鲤鱼,哦,小老鼠,啊,什么小老鼠,啊,什么小老鼠,啊, 就是专吃垃圾的老鼠鱼,啊,实在不怎么样,随便了,小李子,哎,小老鼠,我先给你介绍我们这里的环境,好啊,你真是个好鱼,我们这里呢,鱼很多,你以后呢,慢慢的就会认识了,不过有几件重要的事情呢,我要先告诉你,首先呢,你要小心我们外面那只猫,哦,它呀,最喜欢抓我们了,那怎么办呢,没关系, 对呀,你只要看它走过来的时候呢,你就往下沉,嗯,反正呢,它爪子不够长,又不会游泳,顶多呢,就站在旁边,喵,喵,叫几声就没事了,我知道了,谢谢你,小老鼠,还有啊,你要小心我们主人的小孩,嗯,没关系啊,我看见它呀,我也往下沉,不行,它可比猫笨,是啊,对呀, 你如果往下沉的话呢,它就越要伸手,万一掉进来的话,主人非把我们丢了不可,呦,那我们该怎么办呢,呃,没关系,你就在它手里头绕啊绕啊绕的,许你碰到它,可不许它碰到你,这是干什么呀,你就让它以为是它逗你玩,啊,那实际呢,你逗它玩,哈哈,你说的,刚才这都好像是外患,哦, 哦,我们这水族乡里,有没内忧啊 有啊,你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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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那边有一条绿色的斗鱼,哦,我看见了,长得有点像台湾呢,中间有点绿的那个,那个,它呀,见鱼就咬,自称是台湾鱼子,啊,它都咬什么鱼啊,哇,什么鱼都咬嘛,最爱咬金鱼了,哦,黄的,橘的,呆着了就咬,呵,挺凶的呢,是啊,嗯,哎,你看,你看,你看, 你看,你看,那边有条蓝色的斗鱼,看到没有,哦,你就说那个垂头丧气,倒霉样的,是不是啊,那个就是被它咬拜的,那就被它咬拜的,哎,你说刚才那个绿色的鱼,像它一样的颜色的鱼,它咬不咬啊,咬,当然咬了,啊,这还算公平,哎,不过啊,咬得轻一点,哦,只要不挑战它的权威,这绿色的鱼呢,咬得就很轻,哎,见鱼就咬, 它也够嚣张的了,没办法,就这么回事了,改天啊,它打不过蓝色的那一条,照样给咬死,哎,我说你们这里头啊,真是太恐怖了,哎呦,你助我们这就得适应啊,所谓这个鱼咬鱼是一嘴铃啊,是吗,哎,我说,这里头有没有什么其他可爱一点的鱼啊,有啊,假爷爷就很可爱啊,假爷爷是谁啊,假爷爷啊,哎,看到没有, 那边就是假爷爷,哦,啊,那不是只王八吗,没礼貌,什么王八,那是假云爷爷,我为什么要叫他爷爷呀,哎,他活得久啊,这千年王八,万年贵嘛,哦,现在我终于明白一个道理了,王八呀,就是爷爷,赛内加尔的鸟也会下蛋的, 我告诉你,你还别不服气,我们的假爷爷啊,不止年纪大,而且还有钱,叫爷爷你还占便宜了呢,怎么呢,哎,人家说这个有钱的王八,大三辈嘛,就是祖宗你都行啦,对对对,有钱好,有钱真的好,哎,我想跟那个有钱的爷爷聊聊天,哎呦,我们假爷爷啊,最喜欢聊那个外面人的世界了, 这个主题我也有兴趣,是啊,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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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假爷爷,假爷爷,假爷爷,啊,啊,啊,呦,这假爷爷耳朵好像不大灵光,哎,哎,我这是选择性的失聪,哦,哎,不过您这个眼睛好像也不大好使吧,哎,这是所谓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日子才好过吗,哎, 哎呀,真是好棒的余生哲学啊,哎,哎,难怪假爷爷身体这么棒,哎呀,我们这水族要保持身体健康,有件事情很重要,什么事情啊,你得住在清水里面,哦,千万不要住在浑水里面,哦,原来是这样啊,我爷爷啊,他就喜欢住在浑水里面,难怪身体不大健康,哦,你爷爷啊,那就是李爷爷咯,对对对,就是李爷爷嘛, 他老喜欢住在浑水里头,你看前一阵子他不是因为心脏出了问题啊,到日本水族馆织了六个支架呢,哦,哎呀,这个每条鱼追求的目标不太一样,是吗,李爷爷喜欢住浑水那是有原因的,那是什么原因啊,还这浑水好摸鱼嘛,哦,浑水摸鱼,你看,你看,你爷爷多有学问啊,对对对对,那个什么,嗯, 红洗龙公,哦,不就这么摸雷的吗,哈哈,是啊,我们也住那儿呢,哈哈,哎,叫爷爷,他呀,叫小李子,新来的,想跟您聊一聊这些外面人的世界呢,行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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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哎,你想聊聊人的世界,哎,对对对对,先说说你的看法吧,哎,李爷爷啊,我们家那个李爷爷啊,就是我的爷爷吗,哦,我觉得啊,外头自从蓝天变成绿天之后啊, 那真的是军政成粮,朝野一新,风调雨顺,国泰民安呢,哎,我这不是包裹,怎么有人在偷笑啊,他们怀疑你啊,不易说反话,哦,你看我这表情像是说反话的吗,不,不像,啊,你看,还是假爷爷了解,哦,你是在, 在,大陆人面前保守国家机密安,那倒是,哈哈,都没听见吧,哎,他们又笑了,哎,哎,别理他们,他们不正常,哎,哎,不是,假爷爷,你怎么这么说他们呢, 正常人不会坐在水族袭旁边看鱼说话,啊,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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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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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不过,假爷爷,啊,可是我听说他们好像都是花钱买票来看的,bei,儿, 花钱买票来的 对对对 哎呦那就更不正常了 啊 啊 那我说到底有什么正常的呀 正常的 啊 哎 有没有看见那边有一些空的座位呀 啊 三三两两的有那么几个 哎 哎 不对呀 今天的票不是卖完了吗 对啊 啊 那空座位那就是拿了公关券的不来看表演的那就是正常的 啊 这就是正常的呀 哎 对对对对 那刚刚拍手的都是不太正常 哎 不正常 哎呦那是不是有什么目的呀 哎 有什么目的呀 针孔偷拍 拍什么呀 鱼都不穿衣服啊 啊 你以为你是那个美凤不是美人鱼啊 你是老鼠鱼 谁拍你呀 那我就放心了 哎 也别太放心啊 有些人是不挑嘴的 去去去去 贾爷爷见识广 我我还是小心点好了 哎 不过我觉得你刚刚说那个有点怪 什么有点怪啊 什么风调雨顺 对啊 老是台风淹水是什么风调雨顺啊 哎 你这就不了解了 淹水不是对我们这些特别好吗 啊 哦对了我都忘了我是鱼啊 哎我不是鱼啊 可是也常常闹旱灾啊 这个旱灾它这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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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这是为了培养我们的感情啊 这庄子曰相濡以沫 什么意思啊 哦哦这这句我懂 就是说当旱灾来的时候啊 两条鱼呢相互用自己的口水让对方保持水分 哎哎哎哎哎哎这简单的说啊 嗯啊 凡是发生灾难的时候 只要大家互相吐口水 问题就解决了 就这么解决 真是风调雨顺 对吧 我觉得你说的还挺有道理的 是不是有道理了 有道理有道理 不过我觉得啊 他们人好像比我们鱼都笨 怎么说呢 你看吧 那外头马路哇哇补补的 他们干嘛不学我们住在水里头 哎 哎对啊 这你们就不懂了 嗯 庄子曰 马路哇哇补补 官员才能吃喝跳舞 这是庄子说的吗 哎是啊是啊 还有什么 呃马路洗洗刷刷 官员天天上酒家 啊 马路犯犯修修 官员年年有得抽 哎这都庄子曰 哎这是这是什么庄子曰 真是 你说的这是贪污哎 啊 这这现在不是素贪吗 对啊 素贪 素素贪污 哎不是 是整素贪污 没错呀 嗯 整素贪污 啊 零头就不要啦 啊 整素啊 这风气有这么坏吗 就是啊 没办法嘛 这庄子曰 哎 别庄子曰 别庄子了啊 那不要庄子曰啊 嗯 孟子曰 青天白日下满地收红包哎 哦 难怪我听说他们麦头的人最近好是总像想换国体 啊 换国体好啊 啊 把台湾放在十字路口中间大家不知何去何从啊 这有什么好的 啊 那他们就全跳进台湾海峡 跟我们一起住了 对你呢 哈哈哈哈 谢谢大家